寫好上半篇 為我們的下半篇 心臟 我是一個不會比自己好過的女人 因為當你一個人 你長期工作 當你突然決定放假的時候 原來那個放假是要學習的 我做很多事 我以前沒試過的事 夢想這些事 是每一個年紀的人 都需要擁有的 更美麗 至於追不追尋 有沒有追尋這個勇氣 就看個人 在我的狀況中 我覺得我還可以去追尋 為何我不去 為何要給年齡規限我自己 其實你之前所有的事 原來你每一步一腳印 其實所有的事都是累積 你去學習 你去發掘你自己 開始找到你自己的定位 你自己的性格 你很了解你自己 去到這一半裏面的時候 你才真正正地為了你自己 去踏出每一步 這一個才是開始 我開始嘗試去做節目 我嘗試將我的想法 透過一個節目去表達出來 做碟 譬如做那三首新歌 我自己的想法 一切我自己的想法 我都想透過歌曲去表達 《媽媽》這首歌曲 我錄了最久 錄了十天 因為女兒和媽媽的身分 相當之矛盾 這兩個女人 兩個不同年代的女人 但她們在同一屋簷下 會發生很多不同的爭拗 而且她們很矛盾 要是很愛大家 但是最不放過大家 但其實當一個女兒 慢慢開始年長的時候 我會想起很多事情 原來我們女兒 小時候 你是很依賴媽媽的 只不過我們忘記了 大一個女兒 她拖你走的第一步 你吃的第一口食物 都是她給你的 但不知為何 這真是一個殘酷的現實 但是當你慢慢去大一個時 你開始有你自己的朋友圈 或者什麼 你開始很想推開這個 曾經跟你這麼親密的 你很想證明給她看 你已經長大了 因為她永遠都當你是寶寶 我們經常會覺得 媽媽很煩 她老 她的價值跟我們不同 不要這麼想 原來我們忽略了 其實我媽媽也小過一個 可能有時她自己也不記得 哈哈哈哈 年輕的娃娃我偏忌 又不知 終於更他夜晚抗議 連被關心也非已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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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